我告诉你哦 以后您家里要是有黄西的货 一定要试试奶奶这独特做法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作用拿闲 根本都买不到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真爱小叔良 以前我家里要是有黄西的货 我一般都是用来泡水喝 要么就是炖着给家里的小宝宝吃 每一种做起来口感 都是非常的美味 但至少跟隔壁孙老奶奶 写会了一招之后 我家里的黄西就再也没有断话过了 真的是太美味了 这可是隔壁孙老奶奶 生小失到老的一个独特做法 用这方法做出来的黄西作用 真的是拿闲都买不到 那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您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进来看一看学一学吧 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 各种信号也在逐渐的出现 那么今天小叔良就用黄西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独特的师傅 那么说起这黄西 相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属于一种比较上见的食材 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用这个黄西来泡水喝 要么就是炖着吃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准备20克左右的黄西 我们先把黄西呢 简单给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鲜水 尽情把黄西给它淘洗一下 毕竟呢 黄西在晾晒以及印出的过程中呢 难免呢 都会裹上一些洗净和虫乱杂质之类的 所以呢 为了健康着险 人们在食用之前呢 一定要来认真给它洗洗干净 不过人们在洗洗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往里面加点少许的面粉或者小苏打 这样子呢 面粉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吸护性 那可以呢 把这个黄西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呢 以及虫乱呢 通通给它吸护的干干净净 就这样子加点水加点面粉 下戏给它捉捉捉捉 大概给它捉捉个两分钟左右 最后我们再将洗给它捞出来 换上干净的恒饿水 直接给它松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呢 每个视频呢 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接待了销售粮 讲解的还算可以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点那发色的销售 帮我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哦 您的每一个鼓励支持呢 都是小数量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再准备数量的山楂 今天在这边呢 山楂我们不需要太多 但也不容太少 同时呢 也是20克爪优 简单给它装进一个小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次加点薪水 然后进行给它掀洗一下 因为这山楂呢 它的表面长相呢 跟红枣是差不多一样的 有很多轴皱呢 那么在这些放系里呢 也是特别容易卡住一些灰神 以及杂质 所以 我们在使用之前呢 最好加点面粉 或者小苏打 然后搭配薪水 尽情来给它掀洗一下 同时呢 也可以加点食盐 那就能够瞬间 将表面的脏东西呢 简简单单给它 洗洗都非常干净啦 只要给它洗洗干净呢 那么大家吃起来 也就更加的安心 更加的健康啦 最后再用流动的薪水 给它松洗干净就可以啦 洗洗干净之后呢 整本将山楂 简单给它装入小碟中 然后放一边站着 不要动 其实呢 在整本的日常生活中 说起这山楂了 相信大家一点都并不陌生了吧 它呢 本身就是属于一种 比较常见的水果 而像这种新鲜的山楂呢 如果摘下来的话呢 很多朋友呢 都不会直接去使用 因为那个味道呢 真的是太酸爽啦 一般人呢 都不敢进行给它使用 而且这山楂的食法呢 也是花种花样 真的是太多太多啦 平时呢 那大家应该都会意到过 有很多朋友呢 都在路边 买那种山楂 冰糖葫芦吧 这种呢 似乎也是小孩子 特别喜欢吃的 但也有很多朋友 都直接用山楂 给它压省山楂汁 其实呢 每一种口感 都是极其的美味 但是今天我买到的这种啊 是商家 直接给它歇省小盐萱 然后晒干后 用来泡水喝的 也是特别的不说 因为山楂里面呢 可是含有大量的黄酮类 脂黄酸 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B 维生素A 以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那么酥起来呢 它的口感呢 也是特别的酸酸 虽然说 吃法呢 多种多样 花种花样 但无论是冰糖葫芦 还是些绳片 都直接做成山楂罐头 每一种呢 都是非常的不说 好了 那么咱们先把山楂呢 洗好后给它放一边 沾着别动 那么紧接着我们需要再准备 少洗的这个红豆 因为红豆呢 毕竟是上西在外面爆晒的 而且呢 外皮呢 也是特别容易接触到 外面的一些杂质 所以咱们在使用之前呢 最好都要来给它先洗一下 加入少洗的固形水呢 将红豆表面的一些灰绳以及杂质呢 简单给它先洗干净 因为红豆的营养呢 也是非常的宽阔 里面呢 可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B 维生素A 还有钙 铁 磷等等等等 以及人体刷洗药的营养元素 而且红豆呢 也是一种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 经常吃红豆呢 对人的身体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尤其呢 是一些小孩子或者老人 特别喜欢煮点红豆汤 或者红豆粥起来吃呢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说 淘洗干净之后呢 咱们简单给它装个碗中 站着别动 好了 这会所有的食杀呢 先不都准备好 先洗干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淘树一个 家里非常普遍的养生糊 如果没有养生糊的 我们可以直接用紫砂糊 都是可以的 但在这边呢 泄计先万先万 不可以用铁锅哦 那么下面呢 就将刚才 所有欣喜干净的食杀呢 缓慢迅速 一排队的给它倒进锅中 紧接着呢 我们开始往里面 倒入大概五斤爪幼的骨斤水 用勺子稍微给它搅动一下 让里面所有的食杀呢 更加的瘦肉均匀 然后扣上盖子 开始大货 迅速的给它煮开 今天我准备的这些食材呢 它们的用量呢 分别都是20克 黄锡20克 山楂20克 以及红枣 也一样都是20克 它们的比例呢 都是1比1 这个量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乱放哦 等水煮开之后呢 接着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往里面加入 大概50克左右的红糖 然后再用勺子 松分的给它嚼一嚼 拌一拌 把里面的红糖呢 全部搅拌融化 在汤汁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次扣上盖子 转小往 进行给它炖煮个 大概15分钟 也就是80秒左右 等时间到呢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哇哇 真的是太香了 伴随着水中心呢 就能够闻到一股 特别冷意的辛香味道 而且看一下里面的汤汁呢 瞬间也变得特别的早横了 里面的这山楂 以及红枣呢 已经被煮的 咸部特别的软烂了 营养呢 也完全都留在汤汁里面了 那么接着我们只需要 浆化源给它关掉 然后再把里面的汤汁 给它倒出来 直接饮用就可以了 这样子做出来的营养汤呢 一定要渗热喝才美味 尤其是吃饱的时候呢 赶紧给它安排上 喝上一杯 真的是特别的解腻 喝起来呢 酸酸甜甜的 里面我们也加入了红糖 吃起来真的是酸中带甜 特别的美味 黄西呢 搭配山楂以及红豆 这样子给它熬水 起来喝呢 树呢 真的是哪些都卖不到 这边呢 小数量也就不多说了 你们明白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赶紧收藏 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 状况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面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那大家对于这个 黄西山楂红豆汤的一些 看法以及作点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以及留言分享哦 小灶红豆汤的一些 这边就会把你放在一起 起来 下方评论区